我的丈夫有一群好兄弟 用他的话来说 是从小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 但其中有一个兄弟性别为女 我每次吃醋 他都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别这么敏感嘛 我就把他当兄弟处 行啊 那我也找个性别为男的闺蜜来处呗 和赵振东结婚三个月 而他和兄弟们夜不归宿的次数 已经超过十次 我从一开始的电话催促 彻夜在客厅等候 到现在的冷静自迟 花了三个月时间 赵振东是早上九点回来的 衣襟散乱 衬衣不满皱褶 浑身的酒气 刚进门看到我在沙发上坐着 就想带着一身脏污来抱我 老婆 对不起吗 昨天和那群浑小子玩闹喝多了 半夜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真的不是故意不回来的 我面色冷淡地躲过他的拥抱 李盛南也在吗 赵振东一愣 随即直起身子 重新挂上笑容 你说盛南那个男人婆呀 他呀 玩得最疯 一瓶接着一瓶地干 半点没有女孩的样 李盛南是个女孩子 却被我的丈夫称作兄弟 说是一个院里长大的 从小就和他们几个男的玩在一块 大家都没有把他当作过女孩子 我见过李盛南几次 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 但素颜妆化得比谁都精致 第一次见面 就饱含深意地对当时 还是我男朋友的赵振东说 臭小子 不声不响 就交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不是说好谁先脱单 谁是狗吗 说着动作熟忍地 用屁股撞了一下赵振东 嫂子真是漂亮啊 一看就是个被人呵护管了的焦小姐 不像我 都被你们这群臭男人带坏了 赵振东揉了一下李盛南的头发 丝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对劲 被李盛南甩开手之后 还乐呵呵地把他搂进怀中 你可别把锅甩在我们头上 谁不知道 你小时候比男人还强悍啊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僵硬 李盛南收敛了些 看似潇洒地转过身 对着其他发小说 好了 冬子以后就是有家世的人了 咱们这群单身狗的派对 以后就别叫冬子来参加了 赵振东一脸哭笑不得 怎么三言两语就把我隔除在外了呀 咱们十几年的兄弟情 难道这么经不起考验吗 哪能呀 我这不是怕嫂子介意吗 赵振东笑得开怀 把我搂进怀中 瞎说什么呢 你们嫂子才不是这种人 正常兄弟间的交往 她是不会干涉的 对吧 最后一句赵振东把目光看向了我 李盛南也直直地盯着我 其余朋友也不例外 我心下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 却也没做出当众下赵振东面子的行为 微笑着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 女人的直觉还真特么准 刚和赵振东交往期间 李盛南还有所收敛 等到我和赵振东正式领证之后 他就像是突然解放了天性 通俗来说 就是不装了 或者说 是在我面前不装了 我已经记不清 目睹过几次李盛南 或是夺过他们的酒杯畅饮 或是将自己喝了一半的酒 强行灌进这几个男人的口中 从他们自然地搂过李盛南的腰 让他顺势坐稳在自己的大腿上的行为 我能读出 这样熟练的动作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我和赵振东提过不止一次 希望他能记清 自己并非单身 要和异性保持距离 但每次都只能 得到一顿插科打混 和毫无信用 可言的口头保证 次数多了 赵振东也觉得厌烦 便会似笑非笑地来上一句 我们都快二十年的感情了 要是真被你唠叨几句 就做出疏远兄弟的行为 那我赵振东成什么人了 放心吧 我和盛南就是兄弟情 我俩要是能来电 早八百年前就去扯政了 不会等到遇见你的 我气节 却也无法反驳 我介意赵振东和李盛南 太没距离感的事 传到了他们的兄弟圈里 没有起到正面效果 反倒令赵振东的兄弟们 更加喜欢也与我 其中 以李盛南为最盛 他会故意 在我出现的场合 大声地解释 他和赵振东 真的只是兄弟情谊 希望我不要吃醋 甚至 会在走到赵振东旁边的时候 故意大幅度退后一步 然后 用壮似无辜的眼神望向我 嫂子 我不是故意 要靠近东子的 请你不要介意啊 每当这种时候 他们兄弟圈的其他男人 就会出言维护李盛南 不是我说你啊 嫂子 做女朋友 可不能总是这么疑神疑鬼的 时间久了 哪个男人受得了 我们每次都是兄弟聚会 又不在外面乱玩 这么多人都在呢 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四数多了 赵振东也厌烦了 便不再带我一同去赴约 好了 老婆 别板着个脸了 我先去洗个澡 补个觉 睡醒就陪你去看你最喜欢的 画展好吗 不用了 我的冷带 让赵振东有一瞬间的僵硬 她这才发现 我放在沙发旁边的行李箱 不会吧 老婆 我可什么都没有干呢 你怎么就吃醋吃的 要离家出走了 我爸妈想我了 刚好最近请了年休假 我回一趟老家 陪我爸妈几天 这样啊 你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你是又吃我喝盛南的醋呢 看吧 明明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却偏偏要装傻 一遍一遍地伤我的心 你不是说你们只是兄弟吗 我有什么好吃醋的 赵振东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尴尬 随即被他掩饰过去 假惺惺地来了一句 要不老婆你再等等吧 等我洗完澡送你去行吗 话虽如此 却半点没有要抓紧时间的样子 不用了 你留在家里补教吧 说完这句话 我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十分钟后 我看见了李盛南 发布了一条最新动态 某个人的枷锁 终于暂时解除了 party继续开起来 还真是迫不及待呢 看来是没顾得上洗澡 就和自己的好兄弟们 宣布了这一喜讯 不过我也不在乎 这次回家 就是想先给爸妈打好预防针 因为他们的闺女 结婚不过三个月 就已经想着离婚了 赵振东的家庭条件比我家好 外形条件也能胜过市面上 70%的男性 学历虽然比不上我 但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事业也干得风生水起 正在上升期 所以当初知道 我找的男朋友 是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挺优质的人选 我父母是很满意的 父母的思想很保守 认为结婚是不能轻易离婚的 夫妻之间有摩擦 忍忍就过去了 随意离婚 是要被外人戳几两骨的 果然在我铺垫完 挑明来一时 父母的脸色当下就变了 从久未见我的开心喜悦 一下子跳转到阴雨密布 真的不能再忍忍吗 你们这才结婚多久啊 母亲眼含哀切地看着我 小赵可能只是年纪小 心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你要多给他点时间 好好跟他说 没必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啊 妈 他都快三十岁了 不是小孩子了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行为 会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你有没有和他认真的 谈过这件事 或许 妈 我们不是认识一两个月就闪婚的情况 我和他交往了两年 结婚也已经三个月了 他要是能改 我也不会选择走到这一步 哎 孩子大了 你们的事 我们劳两口管不了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以后别来我们面前哭诉就行 父亲全程没有说话 留下这一句后 就独自进了书房 母亲还想再劝 却被我坚定的态度挡了回去 唉声叹气着也回了房间 我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被抽光的力气一般倒在椅子上 惨胜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我独自驾车 在周边几个城市自驾游 放松心情 汲取能量 巧合的是 在旅行途中 遇到了我儿时的玩伴孙之宇 虽然初中之后 他就举家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 但我们之间的联系 一直没有断过 甚至在他公开出柜 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那段时间 还来投奔过我 在了解了我的境况后 孙之宇很气愤 把桌子拍得邦邦作响 这是什么极品渣男贱女 那么分不开就绑死在一起啊 出来祸害别人做什么 我告诉你 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走 我给你找场子去 或许我的内心深处 也是不甘心的 在孙之宇提出 要帮我以牙还牙之后 我没有做出多少心理建设 便同意了这个决定 凭什么 只有我在这段感情 和婚姻中受尽折磨 我也要将这一切全部还回去 我没有提前和赵振东 说我什么时候回去 甚至这一趟出行 我没有主动和赵振东 发过一次消息 刚开始 赵振东 似乎也没有想起我 在经历过一天一夜的 毫无音讯之后 赵振东似乎也有一些慌了 他开始每天都主动和我打电话 询问我的近况 叮嘱我注意安全 早点回去 我也学着他彻夜不归时候的做派 寥寥回复几个收到 在我终于松口说 要返回的时候 赵振东无比主动地说 要来接我 却被我一口拒绝 不用了 我有个发小 也要来时发展 我蹭他的车 一起回来就行 发小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男的女的 赵振东的口气显得有一丝焦虑 说了你也不认识 反正再过不久你就能见到了 到时候再介绍给你认识 好吧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我在家里等你 赵振东的话语 带着强压下去的异样情绪 我比和赵振东所说的时间 晚了五个小时才到家 此时已经是早晨七点 我带着孙之宇推开家门的时候 看见的是赵振东眼含血丝 坐在客厅等待的样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赵振东皱着眉头问我 转而看到我身后的男人 停住动作 这位是 哦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发小 孙之宇 他是我的先生 赵振东 孙之宇放下我的箱子 故作热情地和赵振东打招呼 主动和他握了握手 你就是小萝卜的先生啊 初次见面 我是小萝卜最好的朋友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赵振东除去一开始的僵硬 后续也表现得很是自然 小萝卜 哦 这是我和不软弱之间的昵称 从小教到大 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是吗 老婆你也真是的 这么有趣的小名 怎么都没和我提起过 要不以后 我也叫你小萝卜吧 还挺可爱的呢 不了吧 这是我和朋友间的昵称 你没必要应容 我依旧是淡淡的态度 让赵振东挑不出错 却也不太得劲 好了老婆 舟车劳顿 你也辛苦了 快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吧 这位朋友也是 开了那么久的车 就让我来送去酒店休息吧 赵振东主动去拿我的行李箱 三两句就想把孙之鱼打发走 没有订酒店 什么 赵振东被我的话搞懵了 孙先生不是才来一世吗 难道已经提前在这里置办了房产 小宇出来乍道 人生地不熟的 只有我这个朋友可以依靠 所以我打算让小宇先在家里住下 等在一世的事业稳定之后 再独立出去 赵振东拖着行李箱的手松了松 有些不敢置信 你要让一个大男人住在我们家里 我有些好笑 怎么 你不是也经常留宿你的好兄弟们吗 这怎么能一样呢 我的都是兄弟 你让一个异性 李胜南不也是异性 赵振东猴头一噎 我尽量让自己的效忠的嘲讽不那么明显 又想说你没把李胜南当作女人过 那我也可以说 我从来没有把小宇当作男人 他和我之间的感情就和你们之间一样 纯纯的友谊 行了吗 孙之鱼挑了挑眉 帮着拱火 小萝卜你这么说可真是伤我的心 我明明那么没 赵振东深呼吸了几次 终究是压下了反对的话 抱歉那小宇 让你看笑话了 我丈夫可能有些太敏感了 我不动声色地又往赵振东心上扎了一刀 就像他当初扎我那般 孙之鱼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小男孩 一开始也是我主动和他打招呼 邀请他一起玩 才能发展出后期深厚的友谊 而长大后的孙之鱼倒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当初的青色了 小萝卜 听说市的特色小吃还挺出名的 我刚刚搜了一下 说着就一屁股挪了过来 右手还着我的肩膀 左手拿着手机给我看 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瞬间缩减到零 看得另一侧的赵振东 微微一抖 嘴巴张张合合 似乎是想说什么 我和孙之鱼都当没看见 依旧轻易地靠在一起 有说有笑地讨论 终究是忍不住了 赵振东擒着不达眼底的笑也靠近了些 伸手想要把我拢向他那边 是还是我最熟 小孙你有什么想了解的 都可以问我 我微微侧身躲开了赵振东的手 依旧黏着孙之鱼 我来这儿也挺久的了 招待小雨绰绰有余 你也不必费心了 赵振东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估计是没发现 自己脸上的笑容有多勉强 天气这么热 你还黏着人家小孙 我看人家小孙 都要被你挤出肺子了 来 快过来点 别给小孙再挤掉下去了 别搅的理由 别搅的玩笑 哪能啊 赵哥 小萝卜这小胳膊小腿的 好像比前两年还瘦了不少呢 我要是这都承受不住 还当不当男人了 孙之鱼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臂 我也笑靠在孙之鱼的肩上 赵哥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比亲人还亲 从小就爱凑在一块 都习惯了 这样啊 赵振东扯了扯嘴角 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要忙 去一下书房 走出两步停住了 哦对了 老婆 我有本书找不着了 你能来帮我找一下吗 我知道赵振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头也不回的就拒绝了 你自己都找不到 我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好了老婆 你就帮帮我吗 以前赵振东一撒娇 我就受不了 现在他一撒娇 我还是受不了 只不过 现在是恶心地受不了 哪本书 跟着赵振东走到书房 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赵振东反手管上了门 一个剑步就要来抱我 我皱着没想躲开 却没他的速度快 老婆 你这个朋友是哪里冒出来的呀 为什么你以前都没有和我提起过呢 我有说过 你忘了而已 真的吗 老婆你实话告诉我吧 她是不是你特地叫来气我的 我呼吸一致 倒是没想到 她会这么快就向我直求发问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知道你吃我和盛南的醋 但我真的只是把盛南当作兄弟 根本没有男女之情的 况且 我们那是二十年的交情了 关系好一点也很正常 听着赵振东 还是不知悔改的话语 我仿佛能感受到 我身上的血液 一点一点地变冷 你也不用为了气我 随便找一个男的过来演戏 你是女孩子 对待异性要有警惕心 我攒够了力气 一把推开了赵振东 够了 赵振东一愣 耐心耗尽 眼底续起淡淡的脑溢 不软弱 我就是论事 在这儿好好和你沟通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我懒得和赵振东 就无理取闹这个词 展开穷摇剧般的拉扯 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我和小雨 从小到大的合照 我没那么无聊 随便找个人来气你 我和孙之雨的合照 一直都在我的社交软件里 还专门创建了个相册 名字就叫挚友 这么多年 只要我们见面 都会留下合影 事后都会上传到这个相册 从来没有隐藏或者关闭过 但凡赵振东再上点心 都能注意到 况且我也不止一次 在赵振东面前提过 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友 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到心上过 赵振东看着相册里 一张一张真实的照片 身上的怒气变成的哑炮 老婆 我 我抬手制止赵振东的发言 先发至人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小雨来了之后 你就变得这么敏感 她和我也是十几二十年的友情 就像你说的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关系好一点 不是很正常吗 不要那么小肚鸡肠 要给另一半足够的信任 和交友空间 不是你和我说的吗 我 赵振东挠了挠头 但你是女的 我们不一样 李盛南是女的吗 是啊 那不就行了 我对小雨的态度 就和李盛南对你一样 她 赵振东眉头皱了半赏 终究是没有反驳出口 好了 别多想了 我和小雨要是有可能 早八百年就去领证了 轮不到你 把回旋标甩完 我就开门出了书房 任由赵振东在房间里复杂 自从孙之宇住进我家之后 赵振东的状态明显不一样了 一连一个礼拜都没有再晚归过 天天都是准时下班 甚至破天荒地提出 要接送我上下班 我也乐得清闲 没有拒绝他的接送 但这状态也没有持续更久 或许是连续观察了一个礼拜 没有发现我和孙之宇 有更加越界的行为 赵振东渐渐松懈下来 抱歉哈老婆 今天不能接你下班了 我已经连续拒绝那群小子 好几次了 实在是推不了了 赵振东还想继续 嬉皮笑脸地撒娇 却被我一句话给堵了回去 哦 没事 我让小雨来接我就行 那不行 还是不要麻烦客人了吧 我接完你 再去赴约也没事的 你在公司等我呀 像是怕我拒绝 赵振东匆匆挂了电话 十五分钟后 熟悉的汽车停在我的面前 主驾驶降下车窗 赵振东还没开口 副驾驶的面庞挤了过来 哈喽嫂子 好久不见呢 本来冬子说 要和我一起去赴约 中途才知道 还得送你回家 规矩我懂 我这就把副驾驶让给你哈 李盛南洋装要解安全带 却动作迟缓 赵振东健壮 就要开口维护 但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不用 你坐着吧 见我神色平淡地坐上了后排 赵振东和李盛南的脸色 都有些怪异 赵振东是觉得不适应 李盛南则是思考着我这副样子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嫂子 要不你也别回家了吧 和我们一起去聚餐呀 冬子也真是的 最近怎么都不带嫂子一起出来玩了呀 光说还不够 李盛南熟忍地捏上赵振东脸颊肉摇了摇 赵振东也就任由李盛南蹂躏他的脸 含糊不清地说 你嫂子不喜欢那种吵闹的场合 你们这群人来风 可别给我老婆再带坏了 好啊 敢说我们是人来风 我一会儿就要告诉山子他们 让他们来教训你 壮似打情骂俏的话语 充斥在车厢内 或许是真的放下了 我内心还挺平静的 不痛不痒 就是有点恶心 一直到地下车库 赵振东和李盛南的对话 才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了 正在地下车库等我的孙之雨 小孙 你这是 孙之雨笑了笑 哦 我这不是听说 今晚赵哥你不回来吃饭腰 就想着 也别让小萝卜再废事了 我俩出去解决 赵振东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就你们两个吗 要不然我请客 陪你们一起 东子 这是谁呀 看起来和嫂子关系很不错呢 也不给兄弟介绍一下 李盛南打断了赵振东的话 自来熟的朝孙之雨打招呼 帅哥你好啊 我叫李盛南 是和东子同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兄弟 你把我当男的看就行 孙之雨挑了挑眉 那我还真没法把你当男的看 李盛南觉得孙之雨是在夸他好看 咧嘴笑了笑 还得是帅哥说出来的话动听啊 不像这群狗男人 一天到晚说 我是男人婆 李盛南撑了赵振东一眼 赵振东这次倒是没继续调侃 给李盛南介绍 这位是你嫂子的发小 叫孙之雨 年纪比我们还小两岁 你跟着我叫他小孙就行 最近来是发展 暂时落脚在我家 哦 小鲜肉啊 李盛南笑得挺真心实意的 要不这样吧 反正我和冬子也是聚餐 小鲜肉你和嫂子一起来吧 孙之雨笑而不语 静止帮我打开了车门 接过我手中的通勤包 不倾不重地关上车门 这才缓缓开口 不了吧 你们是兄弟聚餐 我一个外人跟着凑热闹不合适 还是让小萝卜陪我就行了 玩得开心 我轻轻汗手 认同的孙之雨的安排 虽然不是第一天认识孙之雨 但她的神通广大 还是令我咋舌 因为此时的我正坐在 夜色正中的最大包厢 往嘴里塞着盖饭 面前的单向透视玻璃 清晰展现着酒吧大堂里的群魔乱舞 带你来 你还真就只知道干饭呢 孙之雨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动作潇洒地打了个响指 几个服务员抬着显示器 和其他一堆我不太懂的东西 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画面一亮 显示器上展现的 正是赵振东和李胜南 他们卡座的现场直播 我去 我瞪大了眼睛 实现在显示器和孙之雨面前来回切换 你实话跟我说说 你这些年是不是走歪了 有没有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啥呀 这酒吧老板娘是我姐们 听我说要带着朋友来捉奸 主动提供的好吧 我默默地竖起大拇指 你还真是朋友变天下 行了 别放错重点了 你不是要离婚吗 咱得多抓点把柄 对此我表示怀疑 偷拍来的东西 真的能当证据吗 你管呢 有备无患 我这儿还在和孙之雨掰扯 道德与法治 赵振东和李胜南那边 都快跨越伦理道德的底线了 李胜南轻车熟路地举着杯子 跨坐到赵振东的腿上 扯着赵振东的领带 笑得诱惑 赵振东没有丝毫抗拒 反而伸手护住了李胜南的腰部 像是怕他坐不稳 哥们我抽中了大冒险 身为兄弟肯定得帮忙对吧 赵振东无可无不可地挑了挑眉 一副任由李胜南宰割的模样 一段令人作呕的缠绵吻戏 让现场的其他人都怪叫起来 特喵的 这对狗男女也太恶心了吧 我要长真眼了 孙之雨一边骂一边捂我的眼睛 搞笑的行为 倒是帮我冲淡了不少翻涌的呕吐感 咱不污染自己的眼睛了 我已经让人帮忙盯着了 眼见画面里的人 动作越来越过火 孙之雨一把转开了显示屏 挥挥手让人抬走 掏出手机 搂住我 咱来拍照吧 我看你都好久 没有分享过动态了 是时候让本帅哥 净化一下你的朋友圈了 孙之雨搂着我 脸贴脸拍了几张亲密的姐妹照 随后就熟练地打开P图软件进行操作 OK 照片传你了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猜到了孙之雨接下来的动作 配合地将手机递给他 孙之雨拿着我的手机 啪哒啪哒打字 期间还特地让我指认赵振东和他的兄弟圈那几人 随后熟练地在可见范围中选中几人 干脆利落按下发表按钮 把手机还给了我 我低头一看 差点笑出声 暧昧的灯光下 我和孙之雨的脸贴着脸 笑容虽不夸张 但也直达眼底 照片经过孙之雨的精修 五官没什么大改动 但也称得上扬眼 不明真相的人看 第一反应都觉得 这肯定是情侣自拍 配上那句暧昧的文案 我们都在模糊的世界里 找寻彼此的身影 行了 也别闲着了 咱去小小捉个肩 孙之雨拉我起身 我的心却掉了下去 我站在不远处 看着群磨乱舞般的卡座 实在是脏得迈不开腿 我掏出手机 强忍着呕吐的欲望 直视前方 拨通了赵振东的号码 他的手机被随意放置在桌上 想了半天 才被其中一个兄弟发现 喂 东子 嫂子来查岗了 还享受呢 此时 赵振东和李胜南的衣衫 不知何时已经四散开 雪白的胸膛和性感的内衣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哟 我们的假小子 啥时候也穿这种款式了 够骚的吗 面对其他人的调侃 李胜南毫无害羞的情绪 也没有要遮掩的意思 我就没管过这些 店员推荐什么 我就穿什么 怎么 被兄弟迷倒了 你这定力也不行啊 赵振东眼里的欲望翻滚明显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才接过手机 喂 老婆 声音都是阴雅的 你现在在干嘛 我和兄弟们吃饭呢 还能干嘛呀 是吗 赵振东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 看见了不远处面 无表情的我 呆滞了几秒 才想起来 要掀开仍旧坐在自己身上 孤勇的李胜南 衣衫不整 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 老婆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垂下拿着手机的手 不带一丝留恋的转身就走 孙之宇挥了挥手 几个服务员上前拦住了赵振东 这么脏 就不要靠近小萝卜了 我没有上演什么心碎消失的戏码 因为我的诉求只有一个 我和孙之宇在家等了快一个小时 赵振东才姗姗来迟 身后还跟着一个李胜南 看上去是修整了一番才来的 模样没有酒吧里那么不堪了 老婆 我特地带了盛南一起来和你解释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不用多费口舌了 离婚吧 啪哒 赵振东的手机直直砸在地上 声音都有些抖 老婆 你和我开玩笑的吧 我只是玩了个大冒险的游戏而已 怎么就要到离婚这步了呢 游戏而已 呵 是啊 你快和你嫂子解释 我们只是玩游戏而已 赵振东红着眼睛 推了一把李胜南 李胜南这才收起不小心露出来的兴奋表情 不情不愿地道 嫂子你真的误会了 冬子只是帮我完成大冒险的任务而已 不完成就要连罚三杯 冬子也是不想我喝太多 你们两个是谁喝不了酒吗 老婆 好了 我揉了揉额头 我真的累了 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好聚好散行吗 赵振东咬了咬牙 不肯接受这个结果 老婆 我真的错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你不是也和小孙动作亲密吗 这样吧 我也不计较你们以前的行为 我们互相抵消行不行 以后我们都注意自己的言行 好好过日子好吗 我真的离不开你 老婆 原来人无语到了极点 是真的会想笑 抵消 那我和小孙之间 重复一遍你和李胜南做过的事 你接受吗 赵振东僵住了 久久没有声音 我再说最后一次 离婚 你不接受 明天我就去起诉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哈 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这一盆一盆的脏水了 孙之宇清了清嗓子 赵振东 你可能还不了解 我呢 和小萝卜一样 天生就只喜欢男的 我和小萝卜之间的姐妹情是干干净净的 别拿你们所谓的兄弟情来给我染脏了呀 赵振东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他 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说话 平静的目光给了他答案 似乎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 赵振东瘫坐在了地上 李胜南想去扶 被他躲开了 半晌 安静的客厅响起了赵振东阴雅的声音 我明白了 我答应你 是我对不起你 我会净身出户的 什么 李胜南尖锐的嗓音打断赵振东的话语 你怎么可以把所有钱都给他 不断起伏的胸膛 招式着李胜南波涛一般的情绪 似乎是被刺激得很了 你变成穷光蛋 还怎么养我们的孩子 李胜南 你胡说什么 赵振东 牙字欲裂 从地上窜起来 要去吴李胜南的嘴 李胜南可比我狡洁多了 脚步一动就躲了开去 你这个蠢男人 自己敢做还不敢当吗 上上个礼拜 你喝多了 说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住在我家的时候 啪 看来 想要制止一个人说话 还是巴掌比较好使 李胜南不敢置信地捂着脸 你竟然敢打我 赵振东 你特么就不是个男人 给我等着 放完狠话摔门 而出的李胜南 留下了一世凌乱 赵振东痛苦地捂着脸 没有脸说话 也没有脸看我 他终究还是在我面前 留下了最不堪的一面 离婚的手续 其实还挺顺利的 赵振东也遵循了 他净身出户的诺言 真就变成了穷光蛋 孙之宇原本是个旅游博主 原本以为等到离婚的事情尘埃落定 我就又要送他离开 没想到一语成衬 孙之宇竟真的打算留在是发展 按照他的说法 这些年世界各地也去得够多了 继续奔波也挺累的 想要歇两年 对于他的选择 我当然是十分地尊重 心下则是非常开心 因为赵振东的公司 有人能帮我管了 而我像是和孙之宇交换人生了 我申请了停薪留职 打算浅浅地去环游个世界 换换心情 开开眼界 没想过继续留意赵振东的近况 但架不住有个喜欢八卦的姐妹 听说李盛南后期重新找过赵振东 想要让他对自己腹中的孩子负责 却被赵振东 已不知道他有过多少男人 肚子里的孩子 没法证明是他的为理由拒绝了 气不过的李盛南 扭头就去医院堕胎 疗养好之后 亲自带着一群人 把赵振东堵进了死胡同 嘖嘖嘖 那叫一个惨烈哟 听说都留下终身残疾了呢 那个叫李盛南的也是真的强悍 直接拿脚撵爆了赵振东的蛋蛋 以后估计是难以人道了 哦 是吗 那还真是可喜可贺呢 我没那么圣母 听到渣男倒霉的消息 只觉得解气 是呢 李盛南也因为故意伤害的罪名 被抓进去了 真的一出经典的狗咬狗啊 真好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全文完 结婚三年的老公 骗婚还出轨 我果断离婚 他给我五百万 让我陪他在爷爷大寿 演绎出恩爱戏码 家宴上 身旁的前夫不知道 捉下我的脚 正不老实地撩拨着某人 后来 老公暴力将我逼在墙角 昨晚 你到底和谁待在一起 一双缠绕佛珠的手 将我拥进怀中 和我 你有意见 我嫁给周锦 是为了救我爸 可三年过去 他都还没把我爸 从牢里捞出来 上次去监狱探视 看着爸爸不到五十 头发白了一大半 面上满是皱纹 我心里发酸 可我跟周锦提起这件事 他就避开话题 甚至到后来 都找不到人 还是闺蜜在北原歌舞厅 偶遇周锦 我才能气势汹汹杀过去 刚到包厢门口 里面就传来周锦的笑声 盐力可是金圈曾经最妖艳的红玫瑰 第一次还不是被我拿下了 你们谁有我的本事 有人调笑说 当初金圈两朵花 火热红玫瑰盐力 和纯洁白茉莉照停住 虽然后面盐家出事 可盐力兴自拉 宁折不弯 大家都好奇周绍能拿下盐力 是用了什么方法 周锦笑得更得意了 一个谎言 我说能把他爸从牢里捞出来 他就嫁给我了 旁人震惊 他爸虽然无辜 可这期间涉及了不少人 没那么容易捞出来 至少我们没法 周绍你真狠 早知道这么容易 我也去骗骗他好了 我握住门把手的手 剧烈颤动着 娇艳的面容惨白一片 耳鸣声嗡嗡作响 让我有那么瞬间 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心口像是被安装了爆炸 轰 被炸得粉碎 我怎么也没想到 平日里恨不得宠我上天的周锦 从一开始就骗了我 这段婚姻是骗局 周锦还在继续说 说实话 我对严厉早腻了 最近我和沈珍珍好上了 又是一个重磅炸弹扔下来 周锦不仅骗婚 还出轨了 还是沈珍珍那个灌三 之前沈珍珍就出轨 闺蜜的未婚夫冷冤 现在更干脆 直接出轨周锦 这有负之夫 沉重的打击 令我身躯亮呛了一下 我倒是也体会了一遍 这种万已是新的痛 我想用力推开包厢门 可身体如泡进了冰水里 使不上力 牙齿都在这八月天 冷得搁吱打颤 沈珍珍出身低 但的确够骚 就是你不介意 她被冷冤完过 周锦黑黑道 冷哥没碰过她 别看严厉那柚子胸脯 水蛇腰 实际上还没沈珍珍会来事 再也听不下去 我直接踹开了门 凶狠地瞪着周锦 周锦震惊起身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一生熟悯的老婆 令我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夺况而出 我拿起桌上的酒杯 就一股脑往她脸上砸 周锦 你真踏马是个畜生 王八蛋 贱火 周锦用手格挡 嘴里还在道歉 老婆 我刚才就口嗨 你别生气 口嗨 我冷笑 眸光冰冷注视她 那你说 你能救我爸吗 周锦脸色难看起来 我又直接走过去 给了她一巴掌 人 渣 骗子 周锦大概觉得 没了面子 恼怒将我推倒在地 严厉 你闹够了吗 你爸还有两年 就刑满释放了 你就不能再等等 我手背碎玻璃划伤 手疼 心里更疼 周锦这些年 可舍不得扔我一根手指头 我起身 冲她吼 周锦 我要和你离婚 周锦面色大变 下一刻却又冷笑 你都被我玩了三年 离了我你还能嫁给谁 你现在的富贵生活 全靠我 怎么 你严厉自尊心这么强 还能去给肥头大耳的爆发户 当二奶不成 原来 人的言语真能如利刃 将人伤得体无完肤 我恨恨瞪着她 这回我离定了 我捂着伤口出了门 老天爷也欺负我 大雨倾盆而下 这下子 真成悲情女主了 打了量出租 路上就哭得停不下来 周锦从大一 就追我屁股后面 在我众多舔狗里 都是出了名的 我那时是看不上她的 金圈有品行高洁 爱惜羽毛的高门继承人 也有玩世不恭 只能拿着股份 度日私生活混乱的公子哥 像周锦这种 差不多刚成年身边 就没却过女人 那时我家里没出事 自然心比天高 直到三年前 高速大桥塌陷 死了不少人 我爸被判刑 家里还有妈妈和弟弟 我便矮个子里拔高个 选了周锦 婚后三年 动心是不可避免的 平白伤心恼怒 伤害身体 周锦果然不答应离婚 她带沈珍珍回家过夜 在隔壁闹出很大的动静 我捂着耳朵 依旧觉得心在刀割 好不容易睡着 半夜却发现有人在亲吻 我吓得尖叫开灯 就看到周锦拧没看我 你发什么疯 你在这儿做什么 她身上还带着满身抓痕 浪味十足 她逼近我 你脸上泪痕还没干 很难过吧 跟我服软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 我推了她一口 滚 我第二天 将我和周锦的家搬成毛胚 转手低价卖了 这房子周锦买给我的 在我名下 我可以处置 我开始往律所跑 准备起诉离婚 可那些律师一听起诉的对象是周锦 就纷纷拒绝 周家在四九城全是显赫 没几个人愿意得罪 这一刻 我再次体会到了家里败落那时候的绝望 丈夫背叛 我却是连离婚都不能 甚至周锦还过分地 搬进我如金租的公寓 就算我想把他赶走 他拿出结婚证 外人也以为我们夫妻俩闹矛盾 不愿插手 周锦讽刺我 严厉 认清现实了吧 你根本没办法摆脱我 绝望压抑令我几乎发疯 我冲过去就打他 周锦 你踏马就是王八蛋 可这一次周锦给了我一巴掌 当他不爱我时 以我的力气 根本打不过他 我 我没想打你 周锦竟有几分慌乱 不过很快就理所应当 是你自己要闹 外人都说我是你的舔狗 你知道我多没面子吗 你就不能学学珍珍吗 周锦又将沈珍珍带回来过夜 沈珍珍讽刺地盯着我 严厉 就算你再美又如何 男人都守不住的无能之人 我麻木地看着周锦与沈珍珍亲近 谁能来帮帮我 就在我绝望之时 全国最有名的离婚律师李律 联系到了我 严女士 我会在一个月内让你得偿所愿 可为什么 这位李律可是大忙人 手上预约很满 我无权无视 甚至还要得罪权势 李律 你为什么帮我 李律道 受人之托 我愣住 谁在帮我 李律出手 周锦没坚持一个月 就和我去了民政局办理离婚 领离婚证那天 周锦还一副自己受委屈的模样 严厉 我这三年对你不差 你非要这么做 看他眼眶泛红 一副被我伤害的模样 我犯恶心 周锦 别装深情来恶心我 他抓住我手臂 我给你五百万 离婚的消息暂时先瞒着 等两个月后 爷爷八十大受过了 再公布 我虽然恶心他 可有钱不要王八蛋 行 不过你别和沈珍珍来恶心我 和周锦拿了离婚证当天 监狱里就传来一个噩耗 我爸得了肝癌早期 需要立刻治疗 可我申请保外就医 却被拒绝 我在探监时哭吼大闹 凭什么 我爸当了三年替罪养 还不够吗 非得逼他去死吗 我后面是被丢出来的 我不顾形象 坐在地上大哭 我爸从小就把我当公主宠 弟弟在他那儿都没地位 他说过 我想要公司 就打发弟弟出去创业 可如今他生了重病 饱受折磨 我却没办法救他 我扭头 就看到身旁停了一辆红旗道酒 车牌号更是连排数字 这款车 全是不超过十辆 我怂了 刚起身车窗就降了下来 后座露出了裴慈安的脸 他目光清冷落在我面上 你是周锦的妻子 在这儿哭什么 看到裴慈安 我不可避免地局促起来 这人在圈内 是最顶层的那类人 正是周锦这类花花公子哥的对照组 洁身自好 高冷之花 裴慈安更是其中佼佼者 奔三了 也没听说他有过女人 裴慈安的妈妈 是周锦的表姑奶奶 两家有比较远的姻亲关系 但同属京圈 他算起来是周锦的小叔叔 我抹了眼泪 软软叫了声 裴先生 裴慈安猴头滚动了下 嗓音嘶哑了些 上车 我送你回去 我想拒绝 可裴慈安气场太强 我只好上车 原本想坐副驾驶 可打不开门 司机也不理会我 我只能上了后座 挨着裴慈安坐下 裴慈安身上有淡淡的檀香 我偷偷瞥向他手上的佛珠串 听说裴家以前从军 杀姓仲 后被子孙少时都往外佛寺 这不会真当和尚 所以对女人没兴趣吧 之后车子颠簸了下 我就栽进裴慈安怀里 手摸到大腿 隐约有什么突兀戳了我掌心两下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 我就被裴慈安扶开 我手紧握衣摆 脑袋晕乎乎的 裴慈安腿很尽瘦 摸起来很有力 接下来路程没发生什么 裴慈安把我送回家 他轻念佛珠 道 有事可以找我 我念诺应着 好的 裴先生 不过 我心里哪敢打扰他 遇到裴慈安 就像是一个短暂的错觉 这种男人 是我没办法靠近的 可我要救我爸 必须依附权贵 挑来挑去 我选中了贺千燕 贺千燕管刑罚 肯定能救我爸 两月后 周老爷子八十大寿 我以周锦妻子的身份 出现在周公馆 我去做了全身spa 将身体每一处都保养得很好 又买了贴身的后妈裙 将凹凸有致的身材 勾勒得更加诱惑 我要蓄意勾引贺千燕 家族聚会上 周锦坐我旁边 我的脚当时在桌底就不老实 在贺千燕腿上不断蹭 晚上我独自摸到她房间 黑暗中 她自然将我捞进怀中 她不急切 和她给人的感觉一样绅士 两个小时后 我直接脱力 几乎昏厥 绅士的另一面 就是野蛮 敲门声响起 门外是前夫周锦的声音 小叔叔 我吓得用被子将自己裹成蝉蛹 嗯 有事吗 刚才指纹粗重喘息的男人 用性感寡蹭耳膜的嗓音 回周锦的话 周锦在门外恭敬回道 爷爷让您去书房 灯被按亮 下巴还带着牙印的男人 映入眼帘 他随手披上玉袍 腹部交错的沉年伤疤 勾勒出神秘的纹路 沿肚脐蔓延往下 眼窝深邃 眸中是玉气十足的燕族 他随手往后拢了下汉师的刘海 露出那张女娲炫技之作的神言 他走过来 拿起床头柜上的佛珠 轻眼佛珠时 手指又暧昧地带过我的肩颈 这玉气的动作 平时我肯定吐槽 是亵渎神佛 可此时我早就没思考能力了 因为这不是我想勾引的贺千燕 而是金圈出了名的清冷佛子裴慈安 完了 惊恐与气氛交杂 又加上被折腾得太惨 我直接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绝了过去 我要处理点事 裴慈安打发掉周锦 看向了我 他轻笑 将那张勾人的脸凑近我 他嘶哑着嗓音问 再来一次 我头摇成波浪鼓 斟酌着得说点什么 裴先生 今晚的事是个意外 裴慈安靠在床头 冷眼腻我 你在桌下用脚蹭我腿 也是意外撩拨吗 我一阵头晕目眩 天撸了 感情从饭桌上 就已经聊错人了 在裴慈安危险的眸光中 我哪里敢说 我想聊贺千燕呀 我只扁嘴 裴先生 可我是周锦的妻子 裴慈安一把把我拽他怀里 捏住我的下巴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离婚了 我心中又是猛烈振战两下 裴慈安怎么会知道离婚这事 这对外还是个秘密 知晓者甚少 难道 我想起李律说的话 受人之托 难不成是裴慈安 裴慈安露出个邪似的笑 像是堕膜的妖僧 凑近我耳边道 你还念着他 那你老公在门外 你倒是开口呀 还有 你不跟他一起叫我小叔叔 他手指从我后脖梗滑到后背 带起阵阵酥麻 嗯 我猝不及房下 叫出了声 门外 周锦真切听到了一声女人的英明 他先是觉得自己听错了 可紧接着就听到裴慈安音哑带慈的声音 你照我的话说就行 这声音 同为男人的周锦自然是知道的 他露出了个见笑 心说他这小叔叔 也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禁欲吗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 能攀上他 周锦对这位小叔叔 可是又惧又怕 周锦本想下去和长辈们说话 可想到裴慈安正在做啥 自己也有些想了 想到这里 直接联系了沈真真 周锦还在门外时 我生怕裴慈安暴露我 让我拿不到那五百万 那可是我为爸爸准备的医药费 于是我只能用嘴堵住他的唇 将他压床上 别 我不爱他了 裴慈安眉目舒展 似是极其满意我的回答 我心里在憋屈 也不得不承认 裴慈安是人间极品 长相 身段 还有那方面的能力 处处都碾压周锦 才来两次 我都有些沉迷了 裴慈安把周锦一打发掉 我就有些飘了 在他耳边问 小叔叔 你还行吗 裴慈安眉眼 随即露出了个颠倒众生的笑 事实证明 不作不死 我第二天溜回房间 腿都是拐着走的 周老爷子生日宴 还有三天才开始 但来周公馆的客人 非富即贵 作为周锦的妻子 我肯定要出去见人 可我全身上下 全是裴慈安那狗 瞬息是咬的痕迹 这可怎么见人 我用遮瑕遮的时候 甚至在脚趾上 都看到了个牙印 我摔了遮瑕盘 决定破罐子破摔 只要我不要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虽是这么说 我还是称病 尽量缩在房间 至于周锦 我不准备瞒着 别说我和他不是夫妻了 就算是夫妻 先出轨的也是他 我趴在床上 刷视频时 听到门被打开 你回来了 对了 跟你说个事 你不怕被人说 被戴绿帽子 就别认我身上的痕迹 我纯白色的丝绸睡裙 往上撩 露出一小节粉色底裤 两只脚交叉摇摆着 想象中周锦暴怒的吼叫没发生 我扭头 就看到靠着墙 盘佛珠的裴慈安 他盘佛珠的速度很快 可显然 对佛祖并不虔诚 眼里的火苗 把我都烧热了 裴先生 你怎么进来了 这时候 我可不敢叫小叔叔刺激他 裴慈安走过来 一把握住我的脚踝 声音轻润冷冽 你在周锦面前就这样 我一愣 忽然意识到 裴慈安好像吃醋了 我坐起身 仔细端向他片刻 不确定地在他掌心挠了挠 小叔叔 你喜欢我 裴慈安薄唇紧敏 狠狠拽我脚踝 我不想摔地上 只能盘住他的腰 转瞬整个人就挂在他身上 裴慈安在我耳边低笑 否则 我还能是喜欢偷情吗 我脸瞬间热了 脑袋晕乎乎的 被裴慈安这表白 弄得最乎乎的 门却在此时被敲响 是我婆婆的声音 严厉 你在里面吗 裴慈安瞬间浑身紧绷 而我也惊得险些掉下去 裴慈安拖住我的细腰下的壁垒 这才免于被摔死 他抱着我 往门口走出去 竟像是想直接打开门 我赶紧摇头 别 裴慈安沉了脸 深深盯着我 他在我耳边咬牙切齿 难不成你喜欢偷情的滋味 嗯 是挺喜欢 可更喜欢五百万 我祈求地盯着他 裴慈安嘴角露出一丝自嘲 将我扔床上 自己则走进了卫生间 躲了起来 莫名的 我心里也有些不好受 裴慈安就如同雪山上的一挨雪 我如今做的事 的确是玷污了他 我压下心中的思绪 打开门就看到了婆婆 婆婆刚要开口 就震惊地盯着我身上的痕迹 我洋装羞涩 妈 你怎么来了 说实话 这三年 婆婆对我挺好的 没嫌弃我家破产 对周锦宠着他 更是没意见 唯一的缺点 就是爱催生 婆婆牵着我走进房间 笑得很慈祥 看来你没生病 还好没生病 锦子这孩子 真不体贴 你放心 我会好好说他的 我听得心不在焉 挂念在厕所的裴慈安 刚这么想着 就发现厕所的门露出了一条缝 裴慈安在门口盯着我 我心脏剧烈振战两下 生怕被婆婆发现 妈 没事 晚上的舞会 我会过去 婆婆一离开 裴慈安就冷着脸出来 我贴上去 可怜巴巴瞅他 小叔叔 别生气 裴慈安低头腻我 灯光从头顶照下 在他精致的面容上 头下一半阴影 一半如佛 一半如魔 就像这个人 此时衬衫扣子 都扣到最上面 可谁能想到 在床上时 能那么野 你老公昨晚就和 沈真真滚到一起 刚才又出去开房了 裴慈安俯身 额头抵着我的 语气深沉 就这样的烂人 你还替他守着 我闻眼 的确是惊了 可并不悲伤 而是感叹 周锦能这么蠢 周老爷子生辰宴期间 还敢搞这些 裴慈安却误会了我的沉默 松开我后退两步 严厉 他薄唇清起 认真换我名字 你想好 怎么定义我们的关系时 再跟我说 我心中一紧 牵他衣角 裴慈安 裴慈安扶开我的手 转身离开 我对你的心思 从第一次见面就有了 所以严厉 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我和裴慈安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我拍了拍脑袋 该死 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的是 另一边周锦和沈真真结束后 神清气爽地回来 刚进门 就被自家老妈拉到厨房 指着一碗补汤让他喝 周锦猛逼 妈 你这是做什么 婆婆笑得暧昧 锦子呀 造娃就造娃 对严厉温柔点 把人家全身都咬出痕迹 怎么穿礼服呀 平白被人笑话 周锦手中碗落地 摔得粉碎 你说 什么 我和裴慈安真的见过吗 晚宴开始时 我穿了件长款旗袍 扣子搏梗处 遮掩住大半的痕迹 在走廊遇到裴慈安 他眉目疏冷 向来喜怒不形余色 此时却更添几分冰冷 我犹豫了会儿想上前 却发现周锦正往楼上来 恰好 我们三人乘三脚 以二楼楼梯口为中心 相向而行 周锦脸红脖子粗 额头上青筋毕露 他挤不上前 拽住我手臂 就往房间拖拽 见人 跟我回房 路过裴慈安时 他手上冰冷圆润的佛珠 擦过我的手背 周锦一关上门 就扒开我的旗袍衣领 脸直接就黑了 靠 颜丽 我妈说得没错 你真给我戴绿帽子了 我可不是什么柔婉性子 推胎他暴毙冷道 怎么 只准你出轨 不准我找男人 而且周锦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 只一句话 周锦就面色僵住 可很快 他就阴沉着脸 一步步把我逼到角落 颜丽 你玩真的 我又不可能取审珍珍 你这样 我们可真没可能了 他嘴角讥讽 听说你爸快病死了 怎么 你不想 我帮忙把他捞出来 这狗东西 还敢提我爸 这世上 怎么会有 这么无耻的人 可我没想到 周锦接下来的话 更令人恶心 严厉 你现在最好交代 尖夫是谁 否则的话 我捞不出你爸 也能让他在牢里 日子更难过 我气得目自欲裂 本就艳丽的容貌 被这怒火 渲染出更惊人的美 周锦 你无耻 周锦却满不在意地笑 可触及我身上的痕迹 眼神又冷了 是谁 告诉我 一双缠绕佛珠的手 将我拥进怀中 是我 你有意见吗 裴慈安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来 将我护在怀中 我不是那种柔弱的人 可此时 却忍不住落了泪 我哽咽道 裴慈安 求你 救救我爸 裴慈安垂眸 眼中似有怜惜 他当着周锦的面 轻柔擦掉我的眼泪 好 别哭了 我心疼 周锦看到裴慈安 脸煞是白了 又见我俩这么亲近 脸都绿了 小叔叔 你们这是 裴慈安一脚踹倒周锦 他松开我 上前拎住周锦的衣领 周锦 你爸妈知道 你敢这么嚣张吗 周锦怕得身体发颤 却又耿着脖子道 他是我老婆 就算我和他离婚 你们也没办法在一起 他又瞪向我 咬牙切齿 严厉 怪不得非得和我离婚 感情是攀上我小叔叔了 以你的身份 一嫁都不可能嫁给他 现在二嫁你 还想尽陪家门 给脸不要脸 离了我 你就只能给人当小 周锦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可依旧令我心中一梗 陪慈安这样的男人 就像是勾魂的毒化 明知靠近会上瘾 会万劫不复 可依旧控制不住自己 你话太多了 陪慈安一拳把周锦打晕 回头看向了我 他朝我走了一步 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陪慈安定住脚 面容露出几分讽刺 你信了 我鼻子发酸 指甲陷进掌心 垂眸道 他说的是事实 陪慈安 我不可能给人当小 当初家里刚出事 想趁火打劫的人不知多少 美貌在没有权势庇佑的情况 只会是累赘 陪慈安表情没什么变化 可我就是觉得他生气了 那在床上能醉死人的眸光 在此时只剩下冷冽 他往外走 脚步顿住片刻 我爸已经在我名下的私人医院 我心中狠狠颤了一下 陪慈安他 我眼泪忍不住往下落 很想不顾一切去拥抱他 可我配吗 和周锦说的一样 就算我没嫁过人 也是配不上他的 更何况 谢 谢 我艰难说出这两个字 陪慈安没回头 鼻挺的背影 却仿佛有寒冷蔓延开 我这三年 一直在安示 你家的事 我才知道 说完这句话 他就大胯部离开 挺翘的臀 和胯膜擦着西装裤 比没穿衣服时 还要勾人 我爹坐在地上 心里难受 陪慈安简直就是个妖精 这才多久 就勾得我难受 我气不过 狠狠给了昏迷的周锦几巴掌 我整理好身上的旗袍 下楼时 就接到我妈电话 她柔柔弱弱的声音 听起来很高兴 严厉 你爸现在情况不错 医生说他还是肺癌早期 做手术后 好好调理就行了 我也忍不住高兴 有种想要飞到爸爸病床前的冲动 那边妈妈声音压低问 莉莉 裴先生为什么会帮我们 我敏纯 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解释 因为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裴慈安啥时候喜欢我的 又喜欢我啥 挂断电话 我望向面前的落地镜 镜中的我 穿着粉色旗袍 开插到大腿 修长的鱼搏下 是高挺的胸脯 往下是一持久的纤细小蛮腰 哎 裴慈安应该没那么肤浅 我叹了口气 刚要出去 脚踝就被人抓住 我尖叫出声 一脚蹬过去 刚醒过来的周锦 瞪大眼睛 恼怒盯了我一会儿 又被晕了过去 下楼婆婆问我 周锦去哪了 我低头羞涩到 老公他累坏了 现在在休息 婆婆立刻喜笑颜开 望着婆婆这样 我忍不住心中一色 周锦那样的渣子 怎么就配有这么好的妈妈 晚宴上功筹交错 我却缩在角落 心里思索着 赵婷柱和庄宇棉 什么时候来周公馆 我有好多话 想跟他们说 和我不同 裴慈安是宴会 绝对的主角之一 灯光下 他眉目如画 即使板着脸 也有不少人凑上去 阿谀奉承 我心里针扎斑腾了一下 我和他身份差距 实在是太大 书弟 裴慈安隔着人海 朝我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片刻 他就一开了眸光 转身越过众人 往后花园走去 我坐立不安了好一会儿 也跟了出去 结果不凑巧 刚出去 就看到沈珍珍 扑进裴慈安的怀中 我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一幕 沈珍珍和裴慈安 为什么会搞在一起 我思绪混乱 原本手上 拿着的高脚杯 跌落在地上 裴慈安似是听到声音 扭头看了过来 他的眼神如电 带着一股 我没见过的狠力 似是撕下了 表层佛陀的伪装 露出了旗下魔神一面 我惊慌之下 转身就跑 路过一个草丛 被人强行拽了进去 不等我惊呼出声 嘴巴就被人捂住 耳边传来周锦 喘着粗气的声音 眼力 你看到了吧 裴慈安也拒绝不了沈珍珍 我停止挣扎 眼泪不断往下落 我终于意识到 和裴慈安这短暂的接触 已经令我的心 住进了他的身影 周锦松开我 替我擦拭眼泪 声音冷沉 眼力 你是为裴慈安哭的对吗 你和我结婚三年 都没在我面前 掉过眼泪 说到最后 周锦言语中事 压制不住的愤怒 他将我压在树上 急切地想要亲吻我的唇 眼力 我们复婚吧 在看到裴慈安护你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多么嫉妒 到了此时此刻 我才知道 我是真的爱你 我失魂落魄 可却不愿意周锦碰我 我嫌他脏 狠狠咬了周锦一口 尝到鲜血 就嫌弃往外吐 周锦 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吗 你忘了冷冤吗 周锦浑身一震 冷冤也是和沈珍珍 纠缠不清 最终失去了赵婷柱 到现在都还不死心 想要挽回赵婷柱 他苦涩摇头 不 严厉 我们不会走到那个地步 他太慌乱了 居然直接不顾尊严 跪在我面前 严厉 我一时糊涂 他们都说 我是你的舔狗 听得多了 我就不乐意了 严厉 见他如此 不知为何 眼泪落得更凶了 三年夫妻 不是三天 三十天呀 我和周锦 也有过甜蜜的时光 周锦 如果对自己老婆好 也是甜狗 那这世上 就不会有恩爱夫妻 我拒绝地后退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周锦不相信 他低吼问 你爱上裴慈安了吗 爱 裴慈安吗 我捂着心口的位置 想到他就出爸爸 想到他说 早就喜欢我 我带着哭腔道 对 你满意了吗 周锦 我不爱你了 我爱上裴慈安了 真的 这道声音 不是周锦说的 我慌张扭头 就看到裴慈安 正从黑暗中走出 他是一个人 身边没有 沈真真跟着 他直接踹了周锦一脚 滚 周锦起身 抑制住心中的恐惧 冲他道 小叔叔 你们没有可能的 裴慈安似乎一点耐心都没 再次一拳把周锦打晕 我瞥向他的佛珠 所以这东西 真是摆设 裴慈安似是知道我的想法 将佛珠收起来揣兜里 还俗了 从此刻起 我敏纯 抬头看着裴慈安 认真道 裴慈安 我是喜欢你 可我们没可能的 我说话带了鼻音 还有些哽咽 你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 按照我们女孩子的话 你是极品中的极品 能和你睡一觉 都是赚的 可我虽然遇到渣男 却依旧向往婚姻 你给不了我婚姻 就别碰我 裴慈安没说话 只是一步步靠近我 他似是从怀中掏出什么 下一刻 我无明知 有什么冰凉的东西 套了进去 我低头 是一颗在暗夜中 也璀璨生辉的钻石戒指 裴慈安凑近我 用冰凉的唇 轻碰我的 谁说我不娶你了 我看着戒指 还处于震惊中 这 裴慈安跟我求婚了 慈安 你在和谁求婚 婆婆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就在我还在惊恐惶惑时 裴慈安却已经搂着我 面向婆婆 裴慈安强势地搂着我的腰 抬起我的下巴 当着婆婆的面 吻了我一口 表嫂 我刚才是向严厉求婚 你 你们 婆婆指着我们半嗓 又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周紧 她双眼一翻 撅过去了 醒来知道一切的婆婆 面色灰败 周锦此时 垂着头跪在旁边 婆婆拉住我 抱歉道 严厉 是锦子对不起你 我心里发酸 婆婆 我 以后跟慈安一起叫我表嫂吧 婆婆不愧是周家的长席 对我身份转变 接受良好 她踹了周锦一脚 冷声道 还不快叫婶婶 裴慈安把玩着我的手 倒是接了一句 叫大声点 她望着我 嘴唇动了好几下 最终 她还是没叫 只是尖叫着 起身跑远 表嫂跺脚 这小畜生 我去教育她 很快 这里只剩下 我和裴慈安 我和沈珍珍 你和沈珍珍 我们俩一口同声 我殷切盯着她 裴慈安叹道 严厉 我想娶你 却也希望你不被人诟病 所以这段婚姻 过错方绝对不能是你 我给了沈珍珍一笔钱 让她主动在三天后老爷子宴会 让所有人知道周锦出轨的事 只是没想到 她心那么大 对我投怀送抱 我没想到 事实的真相居然是这样 还给她钱 沈珍珍不配 早就想收拾这小仓妇了 裴慈安低头搂着我 吻我的唇 放心 老公会为你出气的 这男人果然闷骚 还没领证结婚呢 就自称老公 不过第二天一早 裴慈安就带我出门领了证 我就这样 成了裴慈安的老婆 同时 老爷子生辰当天 沈珍珍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竟勾着周锦在众人汇聚一堂时 于在二楼走廊 与他构合 不少人目光落在我身上 眼露同情 周锦这也太大胆了吧 他能取到严厉 还敢出轨 不得不说 沈珍珍身材还不错 赵婷柱和庄宇棉 从各自老公身边 来到我身边 一左一右握住我的手 看到他们关切的神色 我心中说了声抱歉 这件时候 我会好好跟他们解释的 我开始走自己的剧情 站在原地抹泪 质问周锦 为什么这么做 我猜 裴慈安肯定抓住 沈珍珍什么把柄了 毕竟 这样一来 毁得不仅是周锦 他自己也名声尽毁 我看着不远处 面若神奇的裴慈安 这男人 可不是高坐名台 眼露悲悯的神佛 说起来 我好像想起 我和他的初次见面了 那时候 裴慈安还是个嘴馋 在明镜寺后山 偷偷躲起来 吃鸡腿的少年 我已经过世的奶奶信佛 每月 都会去明镜寺礼佛 我偶尔会跟着他去 因为只要去了寺庙 我就不用 被妈妈 压着学钢琴 裴家家教审言 每餐多少都是定量 十五岁的裴慈安 在长身体 又常在寺庙如素 营养跟不上 他妈妈心疼他 会给他带鸡腿 他就躲在后山吃 后来我发现了 就经常给他带山下 好吃的肉 只是那时候 我朋友多 追捧我的人更多 一座寺庙中 躲起来吃鸡腿的少年 即使生得漂亮 也没办法 引起我多少注意 尤其是不过两年 奶奶就去世了 明镜寺 我便更少去了 裴慈安今年二十七 所以 他喜欢我十二年了 以你夜色中 我在他身上停住动作 惩罚式地咬他的下巴 很显然 下巴上刚消失的牙印 明天又会出现 裴慈安低喘着 向上轻松摇摆腰支 我却往后一退 避开 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如果三年前 裴慈安出现 我在眼下 也不会看上周锦 想起这错过的三年 我就难受 更多的是心疼 心疼陪慈安 我以为 我很快 就会扫除所有阻碍 娶你 黑暗中 他的声音失落 可我没想到 你会在 我去安市分公司时 嫁给周锦 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候 跟人开玩笑 我再也忍不住 搂住他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天生还不忘勾着他 沉入浴海 我声音破碎道 该死 少睡你 这么多年 非得睡 悔本不可 我亲爱的小叔叔 夜 还很长 我和裴慈安的余生 也有很长 我以为裴家人 会很难接受我 可没想到 我第一次登门时 得到了极大的热情 我明白 裴慈安肯定做了什么 我问他 他彼时正在泡茶 动作行云流水 举手投足坚 神色淡然 偏有种极强的张力 我跟他们说 我交了男友 我扑斥一笑 却转瞬红了眼 我知道 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真实原因是 裴家现在他做主 错过的这些年 他也不曾停止过 走向我的脚步 裴家其他人 该高兴裴慈安 还愿意找个理由哄他们 高门之间 总喜欢议会多过言传 周锦后来 也开始和冷冤 十更里一般 玩起了追欺火葬场的戏码 他最夸张的一次 是在我出去逛街时 将我掳走 结果 车子刚开三分钟 就被拦停 裴慈安将他打成了猪头 周锦却还不放弃 当着裴慈安冲我吼 严厉 我不会放弃的 我爱你 裴慈安 你最好永远别出轨 否则被我发现 严厉就是我的了 我不明白 周锦这么做的意义 是真的想追回我 还是想给裴慈安施压 让他永远不敢负我 我不关心这件事 在嫁给裴慈安后 我爸也痊愈了 直到这时 我才捡起我曾经的梦想 当一名文物修复师 这项手艺 还是外婆传给我的 在修复一件件 破损文物的过程 我也将自己 曾破碎的心修不好 裴慈安会否变心 我不知道 毕竟永远真的太远 可我想 他爱我时 给予我自立自强的力量 足以支撑 我走过漫漫余生 我走过漫余生 我走过漫余生